会议周博文 关美国时政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与北京时间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布林肯 习近平说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 给了我们不少重要启示 两国应该做伙伴 而不是当对手 应该彼此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应该求同存异 而不是恶性竞争 应该言必信 行必果 而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 联邦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 周四似乎做好了准备 将裁定前总统特朗普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此举可能导致有关阴谋论推翻 2020年大选结果案的审判会被进一步推迟 这一裁决很可能会将该案件送回到出审法庭 令出审法庭将特朗普的行为区分为官方行为和私人行为 尽管大法官们似乎达成共识 认为该案件最终可能基于特朗普的私人行为继续推进 但是额外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审判难以在今年大选之前进行 校园抗议班以冲突的活动仍在发酵 南加州大学周四宣布取消原定于5月10日举行的毕业典礼 周三 该校一些抗议学生曾与警方发生冲突 90多人被捕 该校此前还以安全考虑为由 取消了曾发表过亲巴言论的学生代表塔巴苏姆的毕业典礼演讲 另有报道称 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搭帐篷表示抗议以来 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40所大学校访 数百人因此被捕 联邦使要监局周四发布的最新消息称 该机构在一项具有全美代表性研究中 从大约20%的零售牛奶样本中发现其流感病毒的碎片 FDA称 来自部分已知牛奶群感染其流感病毒地区的牛奶样本 更有可能呈阳性 不过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牛奶对消费者能构成危险 也没有证据表明商店货架上的牛奶中存在活病毒 但是 在全美各地如此高比例的样本中发现病毒痕迹 足以表明牛奶中其流感爆发的范围 要比之前官方统计的要大 联邦疾控中心周四在一份报告中称 三名女性可能在新墨西哥州一家美容中心 接受所谓的吸血鬼面部护理时感染了艾斯病毒 这是首批已知通过注射型美容方式感染艾斯病毒的病例 三名女性患者分别于2018、2019和2023年 被检测出艾斯病毒呈阳性 CDC表示 涉事美容中心没有合适的经营许可证 也没有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吸血鬼面部护理指的是在面部注射 副血小板血浆 好了 以上就是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